好,现在4月19日下午1点49分 那顺便讲一下像我制作教材 都是看国外的教材 像这个教材是因为最好的教材都是使用英文 因为他这样才可以经过全世界人的检验 像这个他的那个阅读都是像这个9万2千次 这个就了不起,有9万2千次 而且他做这个教材很长,有两分钟 那我还是一样,我都是看这个国外的教材 Power BI,然后我把它就转成中文 当然重要的就是全部都是改成财经资料 好,那我们讲084 啊,084的话呢,我们先复习一下 看前面前面的083,083就是期中卡要做到这边 那有些同学做的比较快 所以我是希望说做的比较快 你就不要再教十八呆,做一点新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跳到076,76我们教用新的方法 我们是在Google打上dex dex30就是德国巴兰克福指数 然后呢,连接到维基百科 那我们要看巴兰克福那个30指数 dex30指数的那个成分股 那我们就是一样好,就是dex30好,这30只好,就是画面上看到就爱迪达,安连,巴斯福了好,那我们就把它复制好,复制直接复制好,我们就不用资料的读取了好,我们直接复制,因为只有30只好,然后呢,我们就打开Excel好,打开Excel 今天呢,我们也就是准备贴在这边,贴在这边之前呢,我们就稍微说明一下,复习一下,因为有些人以前对商业套装软体,尤其对Office不熟 在这过程中,我就是随时提醒他,比如说你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比较直接贴上跟选择性贴上,选择性贴上最干净最干净的贴法就是贴上纯文字 那如果你直接贴上的话呢,会把它所有的格式都贴上来,那现在呢,还有就是说我们利用滑鼠做选择,如果要选取一个范围的话呢,你可以滑鼠按下去这样一直拉,那这个方法不好,最好的话就是说,你在你要copy的第一,要复制的地方,第一个地方拉一下,然后呢,把滑鼠移到另外一个角落去,然后按着Shift键,键盘那个左下角是Ctrl,Ctrl上面就Shift键 好,那现在我们这边练习一下,就直接贴上,直接贴上就会这样子,才贴上格式 那我们现在在选择性贴上说贴上Unical的文字或者文字都可以,那贴上来就是这个样子,就是纯文字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的好处就是我们自己做储立,像这个益阳集团,它那个中间少一个斗点,我们就加上一个斗点,为什么? 因为这个格式要统一,我们才可以方便做那个资料处理,所以我们给它加上斗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?就是跟上一次一样,这边的格式是非结构化,所谓的非结构化就是说它串在一起,就是那个中文,原文,然后那这个产业列别,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拆开成为那个三栏 那如果说你是用Excel 2019的编辑器非常强,你只要去做一个资料的改变,它马上就拆掉,拆到你要干什么,就全部都改变了 可是因为学校很多教室的电脑教室是用2016,所以我们就用传统的方法,这样子可以顺便熟悉Excel的函数 那我们这边就写说,我们要在资料里面找出左括号,全新左括号,然后找出全新的逗点,找出全新的那个右括号的位置 找到他们,那我们顺便就顺便那个了解一下unicode,我们找他的时候呢,你也可以使用那个unicode unicode,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这三个字元,然后有没有这个左括号,逗号,右括号,字元,这个字元的那个字码是多少? 这个字码就打上等于unicode,然后括号,然后是10000,我们就10000点一下 然后再把它抠过来,所以我们就知道是65288,然后第二个是65292,第三个是65289 这个88到89,就一定把他连续在一起,然后接下来就是find,我们要找到逗点,就是找到unicode的 那他我们储存在e2,那就点一下那个e2,e2,e2才对啦,这边就是写错啦 我刚刚我刚刚是建立用这台电脑,那个录制荧幕,那我刚刚写错,写错我也懒得编辑了,反正就是错误示範 这个用电脑一定会错,错就是因为会错,所以呢,才在错中学习才会吸收知识 所以那个我们就是把它改一下,就是像个unicode 等一下我们顺便练习,改那个定义名称,像这个改成e2,e2,等一下,改错了 这个我们等一下还是一样,应该是e2,e2就是他的code,他的字是在e2的位置 对,没错,就是物,就是阿玛迪斯,就是阿玛迪斯,然后逗号 所以是在第5个位置,然后接下来就把它给,把它那个往下填满,往下填满,那我们就全部都猜到了 像这个大众汽车,这个画面上看到也是5,西门子内,它西门子,左括号,所以它左括号是在4 好了,我顺便说明一下,以下是那个原来维基百科,那个德国公司 那我们现在呢,就是要找出维基百科,找出这个它的那个几个字元的位置,就是左括号,逗号,右括号,找出他们,找出他们的话,那指令就是find 我们的find,他找的时候呢,我们也可以就是用那个unicode这个命令 好了,这一个节后,我们就是做到这边就就好了,那个接下来呢,就是我们一个节后,不要太多 哈